很可惜的 手種自從是漫畫之神 但是並不是經營之神 一直到1973年 從製作的過度擴張以及人力的過度成本的損耗 造成從製作倒閉了 大家好 我是SKY 今天想要來跟大家聊一聊 手種自從 手種自從這位大師 大概是從我開始有記憶以來 就知道的第一個漫畫大師 我問他的原子小金剛 或是怪異黑傑克 都給我留下滿滿的回憶 但是今天我主要去介紹的是火之鳥 但在介紹火之鳥之前 我想要去聊聊手種自從的生平 手種自從生長於二戰期間 並且攻讀過醫學 而且拿到了博士學位 所以他無論哪一部作品 都有著濃濃的生命的形思 手種自從自小就體弱多病 也常受到同學之間的排擠 但是媽媽並沒有忽略他的幼年生活 所以給他一本一本的漫畫看 因此也就慢慢起發 他的漫畫自從 心目中的小宇宙終於大爆發了 他於1945年進入日本大阪帝國大學 附屬醫學專門學部就讀 但驚人的是隔年1946年 他就發表了短篇漫畫集 《小馬日記》 於1月4日出自發表於 《少婆明新聞》上面連載 當時他才17歲 但當時在日本 漫畫家真的有那麼容易就可以成名嗎 以我自己的判斷來說 當時日本因為是戰後 那麼媒體或者是宣傳上面 也比較稀缺 加上當時的日本人心 是比較浮動的 需要一些所謂的漫畫媒體 或者一些娛樂 來去做為人心上面的服務 後來日本漫畫媒體 慢慢的增加 例如講談社或是小絕管之類的 而日本每年有1、20萬的新興漫畫家 想要擠入漫畫的這個宅門 好 就算你擠進去了以後 你的連載不順遂 也有可能馬上被撤換掉 所總是從身為戰後的第一批漫畫家 當然機會就比較多 又當然地位也就比較操擾 1947年的他 開始改編了原作劇本 九井七馬的《新京陰島》 此部漫畫 大量使用了電影元素等多元的鏡頭 大量改變日本漫畫 只是平行鏡頭的一個概念 所以稱之為新漫畫時代 而當時他只是一個大學生而已 所總是從是一個有強烈意志以及戰鬥力的一個漫畫家 但是他心中還是有一個動畫夢 於是他在投入了動畫的一個市場裡面 所以他早年推出了《森林大地》以及《原之小金剛》等電視的動漫畫 1960年成立的《森林大地》 獲得大量的成功 此時他不知道 在他身後還隱藏著巨大的危機 當他正成功的時候飄拍完的一個狀態之下 有一個面臨倒閉的家具廠 希望他能授權《原之小金剛》印在他的家具上面 所總是從二話不說很阿沙烈就答應他們 因此這個舉動就讓這個家具廠起始回生 變成家具廠的家具開始大賣 很可惜的 所總是從是漫畫之神 但是並不是經營之神 一直到1973年 從製作的過度擴張 以及人力的過度成本的損耗 造成從製作倒閉了 此時44歲的所總是從 他身心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面臨一大堆的債主以及債權人 還有要養的一些助理漫畫家等等 甚至有外界評論說 所總的時代即將結束 此時對於萬念俱灰的所總是從 無疑是更重大的一個打擊 當時他無意間幫助的家具工廠 慢慢的已經擴充到了 日本數一數二的家具企業 二代聽到以後 決定決心要幫助所總是從 二代告訴他 只要專心的畫圖與創作就好 經營方面 則由二代來幫他去做處理 所以當時就發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門外由二代幫他擋 載圈人門內 所總之從 則是做在那邊專心的創作 並沒有遺落他太久 所以當他重製作倒閉的同一年 他又創造出了怪異黑傑克 怪異黑傑克不只救助了無數人的生命 當然也救贖了所總之從 火之鳥是首總之從 在1967年就開始持續創作了一部作品 一直直到他去世的時候都還沒有創作完成 火之鳥是用上帝視角來看世界 首先我們在閱讀這本書或這部影片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把時間的空間的概念把它去除掉 我們才能慢慢的去了解所謂的生死以及輪迴 火之鳥算是首總之從在漫畫生涯中晚期持續創作的一個作品 是他的生命之作 火之鳥是一種宇宙能量生命的源頭 擬結而成的宇宙生命體 而是以鳳凰的形態出現在世人面前 鳳凰是能夠浴火中重生的神鳥 代表著一種有著永恆生命體的個體 故事由擁有喝了就會長生不老的血液的火之鳥 與各時代每一個為了尋找這隻火鳥煩惱痛苦戰鬥 為了永生而殘酷的互相廝殺的主角們所組成 作品的時間背景從日本古代一直延續到遙遠的未來 地點從以日本為主的飛鳥時代、奈良時代、廉昌時代、中日戰爭時代等 上海和西域大地、未來時代的地球到宇宙中其他星球 探討生命的本質和去向、人類的頁障、進化的目的等等 與首總自從宏大獨特的思想為基礎迎結而成 創作火之鳥之後的六年 怪異黑傑克誕生 首總自從在怪異黑傑克這個角色上的安排更為圓潤成熟 加上他的醫療背景以及醫療技術之間 能讓他完整的去支撐整個故事的背景 加上火之鳥的淬煉以後 理性的預計思考 能讓他在故事上面 加注更多感性的思維 所以就是人不要於天鬥 這是他在怪異黑傑克裡面 所要去詮釋的一件事情 因為無論你技術在高超 也有救不了的人 所以從理性科學到感性文學 甚至到靈魂學 過去從達文西身上看到以外 淨淡大概就只有首總自從了 哇!你們一定會覺得 我把首總自從跟達文西比尼 有這麼高的評價 一定是把他當成很尊貴的人物嗎? 不!能畫出這麼好的火之鳥的漫畫的作者 居然就會嫉妒他自己的學生 他的動畫確實不夠細膩 也因為他的動畫偷懶的減少 俯格的基礎之下 也讓日後的日本卡通動畫 慢慢朝向這個方向發展 所以他才會被宮崎駿 惡惡的批評過 但大師還是大師 我們還是把話題拉回來 他的火之鳥 黎明篇 未來篇 大和篇 宇宙篇 鳳凰 復活篇 雲衣篇 妄想篇 唯獨最後的現代篇未完成 他就離世了 當時他離世的時候還手握話題